在三国时期 诸葛亮的聪明才智与赤胆中心 令不少人对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的一生都在为兴富汉世奋斗着 刘备能够取得如此的成就 更是离不开他的辅佐 刘备去世后 他又继续辅佐刘备无能的儿子刘善 可以说 他的一生都没有愧对于君主的地方 但不得不承认的是 他五次北伐失败的经历 对蜀国的灭亡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这也成了他人生中的一个污点 回顾诸葛亮以往的经历 可以发现 他在战争的问题上 态度还是比较谨慎的 但在北伐这件事上 他却异常的果断 能让他如此毅然地决定北伐 主要有这三个原因 首先从诸葛亮的出示表中 我们可以知道 为了报答刘备对自己的知语之恩 诸葛亮势必要完成兴富汉世的目标 而要做到这一点 北伐势在必行 此外 当时的曹魏对蜀汉有着很大的威胁 如果不通过北伐彻底打击曹魏的话 蜀汉的灭亡是早晚的事情 最后一点 源于当时蜀汉的内部矛盾 北伐可以让大家一致对外 把内部矛盾转移到草卫身上 诸葛亮发动第一次北伐 以失败告终 那么这次北伐对于蜀汉来说 一点收获也没有吗 大家好 这里是白话文史 本期视频 我们一起来看看 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失败 真的是一无所获吗 如果喜欢 请您别忘了订阅 谢谢 为太和二年春天 蜀汉丞相诸葛亮率军攻打曹魏 这也是诸葛亮第一次北伐中原 此战 诸葛亮北伐令天水南安和安定三郡叛卫响应 关中震动 魏明帝更亲自到长安督战 并派张和抗击进攻齐山的诸葛亮 按照诸葛亮之前的计划 只要马速可以在街亭挡住张和 为自己争取有利的时间 那么自己就有充足的时间 来平定曹魏的隆右地区 可是马速在街亭之战中的表现 导致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功亏一篑 也即从结果上来看 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是失败的 并没有完成诸葛亮之前制定的目标 诸葛亮第一次北伐看似失败 实际却是收获不小 那么诸葛亮到底获得哪些收获呢 诸葛亮第一次北伐中的收获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 诸葛亮从曹魏迁移了部分人口到蜀汉 根据三国志的记载 亮拔西县千余家还于汉中 在得知马速失手接停的消息后 诸葛亮当即立断 从曹魏的郡县中带走了千余家人口 并迁移到了汉中 在汉末三国时期 一户大约有六七人 诸葛亮迁移的这一千多户人家应该在七千人左右 就现在来说 七千人口只是一个村镇的规模 但是在汉末三国时期 一些人口较少的县也就只有数千规模的人口 从这一点来看 诸葛亮拔西县千余家还于汉中 自然是不小的收获了 特别是在魏蜀吾三国中 蜀汉本来就是人口最少的一方 在蜀汉灭亡时 其人口总数还不到一百万人 受此影响 蜀汉的兵力只有十万人左右 也即受到人口规模的限制 诸葛亮为蜀汉带来了七千规模的人口 可以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了 并且 这七千人口基本上被充实到汉中之地 此前 在公元217年至219年的汉中之战 虽然刘备战胜了曹操夺去了汉中之地 可是曹操在撤退之前 几乎将汉中郡的人口迁移以空 再加上战争的影响 更导致汉中之地人口锐减 在此背景下 诸葛亮充实汉中之地的人口 自然有助于蜀汉在汉中一带的防御 比如这些人口在汉中种植粮食 自然有助于汉中地区的大军就地取粮 另一方面 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 虽然最终败北 却在撤退之前 获得了不少曹魏人才的归降 公元228年 诸葛亮大军出征 因为曹魏事前没有防备 所以拢右的南安 天水和安定三郡无力抵抗 其中卫国天水守将姜维 梁旭 银赏 上官雍等投靠诸葛亮 雍州刺史郭怀则退往上规 固守待援 非常明显的是 诸葛亮从卫国获得了姜维 梁旭 梁钱 银赏 上官雍等人才 这对于仪陵之战后人才凋零的蜀汉 自然是雪中送炭 其中就姜维来说 归降蜀汉后就获得了诸葛亮的器重和培养 公元二三四年 在诸葛亮去世后 姜维开始崭露头角 延熙十七年 拜大将军 执掌蜀汉兵权 继续北伐曹魏的事业 大战曹魏名将邓爱 陈泰 郭怀等互有胜负 蜀汉灭亡前 姜维为躲避皇后的加害 前往踏中屯田避祸 紧要七年 魏国伐蜀 姜维摆脱邓爱等人退守间隔 阻挡中会进军 可是姜维的种种努力 还是没能阻挡蜀汉灭亡的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 在蜀汉灭亡后 姜维假意归降曹魏大将中会 暗中试图恢复蜀汉 于公元二六四年事败被杀 除了姜维 梁旭 梁钱 银赏 上官雍等人 也继续在蜀汉为官 其中梁旭 梁钱兄弟归降蜀汉后 梁旭官至大红炉 大红炉是九卿之一 协助朝廷掌管诸侯等事务 而梁钱官至大长丘 负责皇宫内的事务 银赏在蜀汉官至执金玉 执金玉古代保卫京城的官吏 公元前104年由中卫更名而来 至于上官雍则在蜀汉官至行中典军 陶鲁将军成为了蜀汉的一员武将 在诸葛亮之后的数次北伐中 上官雍都有参与 并且渐兴九年 诸葛亮率领上官雍等将北伐齐山 命票其将军李延总督粮草 但李延运粮失误 于是诸葛亮联合出征的将领们尚书流善 罢黜李延 为李延为平民 在当时 上官雍时任行中典军陶鲁将军 也一同上书后主刘善 要求将刘备的托估大臣李延废为平民 将为梁旭 梁钱 银赏 上官雍等出自卫国的人才 都在蜀汉得到了任用 在蜀汉人才因为伊陵之战出现断层的时候 从卫国招揽人才 无疑有助于缓解人才凋零的问题 所以从迁移草卫人口获得人才这两个角度来看 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曹魏的时候 虽然因为马速师接亭而最终失败 却还是有所收获的 三顾贫凡天下纪 两朝开纪老臣心 出师未劫身先死 尝试英雄泪满金 剑星十二年八月 接劳成疾的诸葛亮 带着深深的遗憾 死在了武藏园的军营之中 终年54岁 回顾诸葛亮的一生 刘备真的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前妻刘备三股茅庐 慧眼识英才 给了诸葛亮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机会 有着正统思想的诸葛亮 也因此心怀感激 将自己的后半生都用于光复汉室 虽然根据历史记载 诸葛亮是自然死亡 但毫无疑问的是 他的离去与蜀国息息相关 首先是当时的蜀国没有其他的优秀人才 诸葛亮只能一人扛起全部的责任 使得他承担了巨大的压力 此外 流善的无能使得诸葛亮操碎了心 事事都需要再三考量 亲自处理 长次以往拖垮了他的身体 最重要的是 诸葛亮为了完成刘备的意愿 迫切的希望能够早日兴富汉室 但随着五次北伐的失败 诸葛亮也逐渐明白 蜀国的灭亡已经是无可改变的结局 这种对即将发生的事情深深的无力感 以及对先帝的愧疚之情 在诸葛亮的心中久久不能散去 终于导致了他的死亡 或许对诸葛亮来说 死亡并不是一件坏事 离去之后他还可以安慰自己 兴富汉室是早晚会成功的 只可惜自己没有看到那一天罢了 如果真让诸葛亮看到蜀国灭亡的场景 那种深深的愧疚感 简直比死亡更令他恐惧